接下来五苦极灭道 这五苦极灭道是小圣阿罗汉的修行者 这叫四圣地 刚才那个呢叫这个圆绝圣 这些人比较有智慧 他看到世间的因缘流转 他自然会觉悟到十二因缘 然后他知道破除无名是功夫 他就会发展出很多破除无名的法门出来 一一破除 这圆绝圣有很多那种瑜伽行者啦 陀罗门行者他都是圆绝圣的修行者 他根本不需要有老师指导 他就可以觉悟到这里 可是在心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种圆绝圣也是白下功夫 他可以直接 这些十二因缘都是不存在的 像一个十相里面 可是他就肯定他的存在 十二因缘的存在 然后再一一去破除它 找到根本 从根斩断 这些都是阿罗汉道 释迦摩尼佛说法呢 以前他成全地址 大部分都是讲这些那种 首先呢 他讲苦 再讲吉 再讲灭 再讲道 首先讲苦 他从各种角度分析 人生一切呢 存苦无乐 都是苦 或是多苦少乐 他说人生有生老病死的苦 这样就是四种苦 生也是苦 老也是苦 病也是苦 死也是苦 而且他 光一个生苦 他可以讲一部经 老的苦 他也可以讲好几部经 然后呢 他分析让你不得不承认 这个生老病是苦 然后告诉你求不得是苦 人世间有很多东西是你追求不到的 你想要 可是你追求不到 像今天早上我才有一个 易经班的学生打电话给我 他说啊 他活在一种痛苦的怨恨之中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 他说我的星座我不晓得是什么座 我的星座呢就是依赖性很强 我一生就是希望找一个很可靠的先生啊 可以依靠他一辈子 黏着他紧紧的 天涯海角 誓死追随 可是我很倒霉 我嫁给一个先生 这个先生呢 从星座上来看 他是自由派 他最怕受约束 最怕人家黏着他 所以我很恨 我恨我为什么 是这种依赖性的星座 我又恨我先生为什么是一个自由派 而且都是天生命定的 两个人凑在一起 这真是不是冤家不巨头啊 但一个喜欢自由自在的 不受约束的 一个就是全面喜欢黏得紧紧的 这两个凑在一起 你们不痛苦吗 这叫求不得苦 这种事情非常的多 你要追求什么 偏偏让你得不到 而且永远得不到 不可能的 不可能得得到了 因为已经有小孩子了 有两个小孩子都很大 都上高中了 他们一个有依赖 依赖性的人 他不只是依赖一个先生 依赖他的家庭 甚至依赖他的小孩子 那你今天就算跟先生离婚 找别人 那还拖了两个小孩 中间有很多问题 所以他只有 别有忧恨暗自身啊 这叫求不得苦 还有怨政会 爱别离 所爱的人会跟你分开 那么所怨恨的呢 偏偏跟你在一起 你所讨厌的人啊 是啦 偏偏跟你会凑在一起 不是冤家不俱投 没有办法 所以人世间有太多的苦 无因赤胜苦 色素想行事 同时发动的时候呢 落入种种的爱恨纠缠之中 焦虑烦恼之中 这也是一种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对苦非常了解 所以他告诉你人生呢 纯粹是纯大苦惧 这叫纯大苦惧 那一旦想纯大苦惧 以后呢 你就会讲说 为什么我会受这种苦呢 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 这些先人 不会受这种苦呢 为什么天界也比较快乐啊 为什么 因为业力所及 因为业力所及 万般带不去 我有业随身 你会投胎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因为你的业力 投胎在一个富有的家庭 因为你的业力 你今世会非常的贫穷 那是你的业力 但是你可能平而乐道 你并不痛苦 你今世可能富有 富贵荣华 却非常的痛苦 像戴安娜王辉那样 他富贵荣华 可是他很痛苦的 他痛苦到什么 他要嘛就大吃大喝 要不然就厌食疹 吃下来就要吐 这个活在巨大的痛苦挣扎之中 这个都是业力所及 个人有不同的业力 业力所及 所以造成你活在纯大苦惧 所以知道业力所及 你就要灭 要灭苦 就要灭自己的业力 灭定业 这叫灭业 灭定业 我们人活在一种定数之中 我们是当讲说定数难逃 什么时候会生病 什么时候会生官 什么时候会发财 这叫定数 定数因为定业决定 但今天就是要灭定业 灭定业才可以灭苦 才会离开痛苦 所以这叫灭 灭定业 所以佛教还有一个灭定业咒 叫灭定业真言 灭定业是一种修持的功夫 而灭定业用什么办法呢 道用道来灭定业 道是什么 八正道 正业 正命 正定 正知 正见 一大堆的正 有八种正道 所以以前阿罗汉都修这八种正道 让自己活在八正道里面 事项应该在什么情况 职业应该做什么职业 念头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行为应该怎么处理 各有其道 叫八正道 用八正道来修持 用八正道呢 可以灭定业 灭定业以后呢 所及业力可以灭掉 那么就可以跳脱一切的痛苦 这就是什么呢 苦及灭道是圣地 这是阿罗汉的修行法门 申闻圣 他的修持跳不出这个范围 苦及灭道 而这个心经又作怪了 他告诉你 无苦及灭道 因为我们肯定苦及灭道 我们这一讲下来 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人生经验越丰富的 看得越多 感受得越多的 越历越丰富的 他越可以感觉到 真的是有道理 至少前面这个苦和疾 真是有他的道理 可是呢 心经竟然告诉我们 一个相反的一个理论 他说根本没有 这个东西的存在 没有苦这回事 也没有苦的原因 业力所及 没有这个东西 简单的说 根本没有业力 这个东西存在 如果这个不存在的话 就没有苦 苦就是妄想 既然没有苦 又不需要去灭苦 既然不需要灭苦 就不需要八正道 所以四圣地都是 不存在的东西 没有必要存在的 四圣地呢 关键是在这个业力所及 因为有业力所及 所以陷入大苦惧 那么今天这个业力呢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人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这是一个常识 我们死的时候 什么东西又带不走 但是业力会跟着你走 但是心经竟然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他告诉你 这是不存在的 这难以自信 那不存在 为什么 我会有业力 为什么我的命运 和别人不同 就是因为业力的关系 为什么我有种种的烦恼忧愁 我没有业力 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事实上那是因为 你没有觉悟 因为你肯定业力的存在 所以你就要受他的苦 然后呢 讲这个呢 我们就讲到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在印度 有一个比丘 一个出家人 叫做永诗 他的名字就叫永诗 他的法号叫做永诗 叫永诗比丘 永加大师的正道歌里面 还提到他 他说永诗犯众勿无声 出家人有一些根本大戒 出家人低着架杀 你要行淫 你要杀人 这都是犯根本大戒 什么叫根本大戒 就是你在家人犯这些戒 还可以忏悔 出家人犯这些戒的话呢 没办法忏悔 不可忏 一定要堕无间地狱受这个苦 这叫根本戒 这根本戒换了以后 一定要堕地狱受苦 所以不可忏 这个永诗比丘呢 他知道自己犯了重戒 他想忏悔 可是他知道这个罪太大了 刚才讲的苦极灭道啊 但是那个你业力太大的话 八正道都没办法灭啊 所以他虽然是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代的修行者 他也知道 有些业你一定要受那个罪 太重了 所以没办法忏啊 所以他不死心 他就发漏忏悔 他就用这个残杖 挑着自己三件衣服 出家人有三件衣服 有这个里面的衣服 还有法衣 还有织衣 总共有三件 挑着三件衣服出来 让大家知道 我是出家人 挑着三件衣服 他说我披着架杀犯了这些罪 然后在一路上喊 他说我犯重罪 谁为我忏 他说我犯了很重的罪啊 不可忏的重罪 谁能够为我忏 我自己没办法忏 有什么高生大德 有什么大修行者 你们有这种法力 帮我忏 有这种法力为我忏 为我把这些罪给除掉 我今天有修八正道都没办法了 小生修行已经没办法忏这个罪 他就这样挑着衣服到处走 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尊者 一个菩萨的门前 这个菩萨走出来 走出来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他听到以后 当下顿悟啊 立地往生 非但重罪通通消除不说呢 而且呢 当下立地成佛 马上就成佛 马上四千八项成道 马上成佛 也就是说不只这个重罪给颤掉了 而且所有的罪全部不见了 如汤削冰啊 好像热水倒到冰块上面去 那个冰块完全都不见了 如汤削冰 热汤削冰 哪一句话呢 他说啊 那个尊者讲说 推一切罪业本空 推一切罪业本空 仔细的推寻啊 一切罪业本来是空 根本不是存在的 本来是空 要推一切罪业本空 所以我们人活着呢 会活在这种罪恶的阴影之中 甚至潜意识里面 当基督教有一种原罪的说法 本来就是有罪的原罪 生下来就有罪了 在娘胎里面 在娘胎以前就有罪 这要原罪 既然你身为人就有罪 就要原罪 但是呢 今天他告诉你 罪业本空 这一句话就很符合这个 无苦即灭道 心经的精髓 他说推一切罪业本空 这一切罪业本来是空 既然罪业本空的话 就不需要去受 不需要受这一切的报 所以他当下呢 一切罪业全部空了 于是可以立地生活 马上往生 这要无苦即灭道 于是脱离了这个苦即灭道 赤胜地的这种修行的瓶颈 一下这个瓶颈全部不见了 但是这个推一切业力本空啊 他之毫离师之千里 同样的情形呢 也有人啊 因为认为一切业力本空 所以我就胡作非为 反正空的嘛 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业力本空啊 以前就有一个 有一个修行者叫善心比丘 他也是个比丘啊 你看他差在哪里 善心比丘 他有一天听闻佛法 他知道说一切业力本空 业力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造一切的罪都没关系 所以他穿着架裟 自行淫欲 随便行淫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且他说淫欲这个东西 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怎么会有罪呢 淫欲本身就不存在 那是假象 听起来很有道理啊 是是而非 所以他就犯一切的罪 破一切的戒 结果怎么样呢 肉身直落地狱 比如说地狱啊 就是地府这样裂开来 他这个肉身 人家直接看着他 肉体就这样 直接掉到地狱里面去 肉身直落地狱 你看这两者好像是一样的哦 所以说是不是非不非啊 差之毫离十千里啊 差之毫离十千里啊 一个真正觉悟什么 像勇斯他犯重罪以后 他觉悟无声 真正觉悟无声 罪业本空 一切无声的人啊 既然觉悟罪业本空 那么世间所有的欲望 通通都是空的 所有一切的执着都是空的 所有一切的感情 一切都是空 所以他根本不会去造罪 真正觉悟罪业本空的人 不会去造罪的 而只是思想上面说 啊 罪业本空的 那么他还会有种种的情职 他真正觉悟 他怎么会去 怎么会去行淫欲 怎么会去杀人 怎么会去贪图享乐 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不可能的嘛 能够觉悟到罪业本空 也就觉悟到一切皆空 因为罪业这个东西是果啦 知道果是空的 因一定是空的 所以一切都是空的 他所追求 他所在乎的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他才可以顿了无声 他可以当下觉悟无声 契入无声 这无声就是我们说的 无声老母 不生不灭的本性 觉悟无声以后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啊 无声再来就是老母啦 能生万物 所以他马上在一个世界成活 立地成活 然后成就整个活世界 设受一切的众生 所以他无声结果能生一切 无所不生 这个是永思比丘的故事 无苦即灭到 所以我们人活着呢 活在一种罪业的一种纠缠之中 其实这种罪业你知道错了 以后不犯就好了 然后像我以前犯了这么多的重罪 怎么办啊怎么样啊 你掉到这个过去的千残里面啊 你永远都在和这种罪恶啊 活斗 在心理学上也是啊 在心理学上人的生命里面呢 有很多行为上的问题 情绪上的问题 往往都是一种罪恶感 一种罪恶感在纠缠着你 罪恶感是好的 可是太过的话就坏了 所以说这个维摩杰居士他讲啊 他说啊 忏悔纤罪啊 不入于过去 忏悔纤罪但是你不要进入过去的情怀里面 永远掉在过去的那种阴影里面 永远在里面挣扎来去 像佛教有一位 印光法师的徒弟 那个比丘 他有一次呢 有一次他走到一个山洞里面 哎 突然间就失踪了 失踪以后呢 他就离开人间了 他要两三年 两三年以后他又出现了 事实上他就游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回来以后他又写一本书 叫《西方极乐世界游记》 事实上他去只有去了一天而已 但是回来已经人家 发现他已经失踪了两三年了 他是观世音菩萨带他去 带他去游西方极乐世界 里面有一个故事很好 他讲他们村里面有一个女孩子 他看到他 这女孩子他知道这个人是跳水自杀的 怎么也会往生极乐世界了 原来这个女孩子以前也是诚心念佛 念佛只要诚心念到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是不自觉中达到的 因为他不自觉 所以他后来虽然掉入这种情障的纠缠 所以说他跳水自杀 跳水自杀以后 他还是待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他没有掉到地狱 他在极乐世界 因为他曾经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就像我们明师一指一样 明师一指决定往生 可以待业往生 然后他在极乐世界呢 一天到晚跳水 他就看那个女孩子呢 哭哭啼啼的走到一个悬崖 然后跳下去 跳下去以后又回来了 又在悬崖上出现 又哭哭啼的走上去又跳下去 然后入于过去 我们总是在过去的最过去的这种纠缠之中 然后就在这种情境里面 纠缠不 就算到了极乐世界 你自己的心没有化解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所以说那个六祖慧能讲的最好 人家说要往生西方多好啊 他说东方人心迷要往生西方 西方人心迷要往生何处啊 是不是 他已经在极乐世界 你叫他往生到哪去啊 他在那边还是跳水自杀 还不是一次两次啊 十次八次 永远在那边跳水自杀 可是在那种世界就不同 就是时常有菩萨来劝他 一劝劝他 他就很快乐很正常 可是不久他又掉回去了 又掉到那种业力里面去 这是很标准的一个故事 这不是故事啊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 那 燦斐先醉入于过去的话 就落在这种苦极灭道 所以你就活在种种的痛苦 把业力纠缠 你会感觉到业障好重 冤情好多 我们道琴也很容易这样子 活在一种恐怖的情怀里面 叫不立意识 恐怖战力 还在这种恐怖战力之中 只常讲冤芡很多 业障很多 走在路上脚踢到石头 哎呦 业障 风吹过来打个喷嚏 哦 冤芡早上门来了 因风刺骨 人很容易这样子 修行的人又更容易这个样 整天就怀疑 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这就入于过去 上回先醉以后不入于过去 那业障怎么办呢 推卸业力本空 一切罪业本空 你只要能够念念无成像勇斯比丘 他当下呢 欸 收回来了 我们说通玄封顶不在人间 你既然不在人间 夜里也纠缠你不到 所以这个无苦即灭道 这时候你就不需要用八正道 来灭一切的业障 来脱离一切的痛苦 不需要 当下念念无生就好了 劳酸一马念无生 他这个心缘一马酸柱 念念无生 这个无生就是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就是老母 老母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本性 我们传道就是传你这个 所以你不需要去跟苦即灭道纠缠 只要能够念念无生 当下无苦即灭道 没有这个东西 他束缚你不得 我们下期的话 是可以 benefici大事 会的 我们下期的话 请您这个维护 对 我们下期的话 喜欢 我 可以 我们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 최 我们下期的 台elt 我们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陆